大家好,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第一集Fever16的經理生涯 提高 根據你的... 咦? 這麼好的? OK,繼續 上一集的都會跟回來 現在問題是我用哪一隊 多謝上一集有份幫助 提議的觀眾 由巴塞王 到這個... 李斯特城 到這個曼亂 車路屎 阿仙奴等等 我自己 經過我深思熟慮之後 我決定不會用一些大隊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一個成功的教練 例如費格遜 執教的時候 這個球會是一個人生的低潮 很多人都喜歡一些 已經很厲害或者很出名的球隊 但我覺得 好玩的地方 就是把一些仍然是劣勢的球隊 將他大變身 令他可以變成強隊 那我就決定用沒有人提出的一隊 就是這隊 新特蘭 這隊如果大家有看 我們先看看 世界級先 5分鐘 應運嚴格程度 一搬 搬口 一搬 我們是用英榜 使用過下載再生 第一次關閉 第一次 好 全部推銷了 5分鐘差不多 大家有看過Fever 15球員生涯 我都提過 這隊Sunderland 我們對過幾次 原本對於我來說 就算我小時候看英超 都直直無名 Mr... 我不是叫Mr 我叫Calvin 我的姓是Yam 不是叫領隊 我的國籍當然是香港 這隊Sunderland 是我去英國讀書的時候 那時候中學 為什麼沒有香港 因為這個是中文 所以不能打英文字 唯有看 看筆畫 Anyway 這隊Sunderland 就是 我在英國中學讀書的時候 我們 那個 叫什麼 Balling School 即是那些 技術學校 那個阿sir 即管我們 阿sir 很支持 我們經常 放假的時候 他就讓我們進去 那間房 即是他和家人在那裡住 即是太太和女兒 這樣 這樣 怎麼搞的 找不到香港 前九強 我不是要前九強 有了 在尾 好 衣著風格 襲衣 與藍帶 西裝 我只有這個 膚色 淺色 中色 橄欖色 體型 我小小 微黑 我不是微黑 橄欖色 中色 黑色 淺色 我算淺色 算了 簽署的風格 這樣也可以 好 我們繼續 他那時候 例如 週末的時候 17、18歲 就聘請我們去他家 即是在我們住的宿舍隔離 一起去看球 好 事情有意外的發展 可以建立生涯 這個是 Sunderland 01 季前錶賽邀請 好 我們接受邀請 這些都很噁心 最高獎金520萬 這個歐洲 冠軍杯 我們先不要按什麼 所以我決定用這個作為我第一隊的 作為這個 美國的 經理生涯 好 現在去到Sunderland 先看看我們的球員 現在多了很多東西玩 你可以控制 Defoy Lance Jones O'Shea Mavilla Gormus Kabu OK 好了 等一下 我免得浪費這麼多時間 我們現在看看 有什麼 冠軍 真的多了很多東西 好 聯賽目標 董事會希望你能夠有個成功的賽季 我們期待在你的領導和決心下所有球員都發揮最好的表現 我們根據你在聯賽的表現為你評分 並且預設在此目標打入即分榜的中游區 對 這些比較合理 如果一開始就拿冠軍 並不是太實現實 好 自我介紹 John Cullen 你是我的球探 和我打聲招呼 告訴他 和球探 如何幫助 通常都是去學校 看看 有沒有新力軍 也會看看其他的球會 不過我們經費應該不是很多 已經有第一份報告 12個球員 OK 我們看看 19歲 這些全部都是New Blood 30歲都有 Ashley Williams 不進行球探 不進行球探 我們等一會再看這些 我們看完所有的東西 好 這個是副領隊 歡迎來到球會 會立即帶你與我們的球探會面 已經看到了 我們 首先會建議解決球隊的弱點 一個新的中後衛 即是我們的後防一般 我們看看報告 咦 即是剛才那群人 行政總裁CEO 主門市場目前已經開啟 記得球員的價值基於不同的因素 包括他們的狀態 正約合約 以及球會的重要性 以及其他各樣的因素 提出 建議 在後面指指點點 這些一定的董事會 他們都有他們的看法 當然領隊有領隊的看法 希望打入16強 在國內的冠軍 是不是冠軍杯 對不起 不是 國內杯 今天之後 我了解你 教練和球員 踢了一場非常消耗負荷的賽季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你接受參加冠軍杯的邀請 今年比賽在荷蘭進行 嘗試可以不同的陣容和戰術 一開始就用來試試 下面是有 嘩,很厲害 即是科羅和熱拿 好,球員請求沒有 我們看看合約究竟是怎樣 哇,簽了6年 那真的不用怕 通常這些比較 怎麼說呢 中游位置的球員 又不是太差的 他們要求穩定 但是這樣不行 簽一些很長的合約 希望自己穩定 沒有問題 但是他們很難被人刮割 因為他們不是踢得十分之出色 所以 他們通常不怕簽一些很長的合約 但是如果很厲害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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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巴 美斯比較特別 因為巴塞出身 比如 或者一些已經出了名 那些 他們 向 哦 哦 保證 OK 這個再想想想 如果 你求穩定 那些球員 除非你本身已經對那一隊的隊 很有歸屬感 好像傑斯對曼聯一樣 如果不是 都很難會簽到6年的合約 就是不肯制 隨時對加刮割的時候更加高 看看這個 近來一個好例子 就是這個 史達寧 這個 反骨仔 雖然我不是利物浦的粉絲 也不是這個 萬成的粉絲 不過 反骨這件事是沒有分別的 始終你會遷入一些球隊 最後都會辜負 辜負了你隊的期望 好了 我們先開始了 好了 第一場我們對科龍 又有些新的東西 球探消息 好了 12名符合 我投稿都沒有說什麼條件 你就先幫我找 這些叫backseat driver 什麼叫backseat driver 就是你開車 老闆可能提出 OK 這個希望可以派他上場 好 等一會先處理 我要先了解一下這隊球 大概說回 我看了 沒看完 看了費格上的本書 他以前當年做過球員 32歲就已經退役了 之後很多人邀請他 包括這個阿仙羅 都邀請他去執教 他一一拒絕了 1986年去萬元執教 之前已經教過兩隊球 這一隊教過八年這麼長 所以我想在這個系列給大家看到 就是 究竟一個成功的足球經理 他應該怎樣去run他的球隊 當然有很多都是 財務狀況 3200英鎊很少 嘩 每個星期都要付88磅 Oh no 新的預算 OK 轉會費3200磅 OK 對了 但究竟他中間做了什麼 令到最後的球會 變成清霸呢 甚至費格順 一開始那三年都沒有什麼成績 很多的萬聯球迷 就很反對他覺得他廢 三年都已經足夠時間 你想想那時候三年和現在 莫尼斯三個也不知道有沒有 有時候球迷的要求 就不太合理 所以你夾在中間 即管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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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董事會 以及球迷 還有球員 三個夾心層 如果你是一個好的領隊 你完全可以處理這三個方面 好了 這個第0集 剩下第一集 是這樣 多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集會和大家開始 研究一下球員 以及踢第一場 對冠軍杯的科龍 我們下集見 拜拜